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晨克勒基 我們想要繼續玩影片的Lone Dark 慢慢長夜 這是一款生存類型的遊戲 我們今天要繼續我們第...79天的生存日子 在上一集Episode的時候 我們來到了... 這個地方 我人現在在哪裡 在Bunker裡面對不對 I'm emo的 什麼東西都看不見 只聽見...水鐵聲音 滴答滴答的聲音 然後剛剛為什麼沒有點燃 是有人...是有人偷吹了我的暴風油燈嗎? 等一下 要是等一下我把燈打開的時候 角落蹲著一個東西怎麼辦 我還是先上去好了 講著講著 背脊一陣涼鬆鬆 聽說人在太安靜的地方 或者是...太安靜的環境的地方的時候 周圍的聲音就會變得很大聲 不知道Bob們有沒有這種經驗過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可以聽得見自己的心跳聲 或者...那不是你的心跳聲 哈哈哈哈 為什麼今天這集一開始就這麼恐怖 我先來看一下我身上有什麼東西 我身上有...呃...不對不對 我要先來看一下我身上的狀態 我需要先喝一點水吃一點東西 我在...之前有看到YouTube上面有做一個研究 就是...不是常常在網路上有一些留言 有一些聽說就是... 如果把人關在就是那種...呃...不會回音的地方 就是靜音室嗎? 我不知道那個正確的名字叫做什麼 總言之就是一個房間 然後在那個房間裡面 周圍都鋪著新海綿 不過那個房間是經過設計的 就是有一些折射原理的設計 讓你完全...呃...你的聲音 出去的時候完全不會...不會就是... 不會有任何的反彈反射 那...你就會感覺很不舒服 然後你可以在那種環境下聽著見記的聲音 把人關在裡面聽說 就是最多最多只能忍耐30分鐘啊還是什麼 那...之前就有一個group 一個團隊就是去看看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真的 然後他們就找到...呃...一家...一個國家實驗室吧 總言之就是一個...聽說是全世界最安靜的地方 就是進去之後...呃...你一根針掉在地上 都會產生...你就會覺得那個聲音非常非常大聲 就是...就是這麼樣的一個環境 然後...呃...他就去那個地方試試看 結果...他在裡面坐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但是他都覺得...呃...其實其實也還好 不會讓人...不會讓人有...呃...就是...心裡封閉的感覺 但是如果有些人本來就有一些什麼...呃...密閉空間恐懼症啊還是之類的 那當然就是不行 但是...以一個成年男子 一個...呃...Function都還蠻正常的男生來說的話 進去是沒有問題的 女生我是不知道啦 因為那個主持人是男生 所以我就用男生來說 那...欸...離開歡樂鼓走 我們要到...灰狼山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往灰狼...灰狼山 或是去講話能力 往灰狼山走 然後...呃...我看地圖也只有一個點我沒有去過 叫什麼...呃...我看一下啊 這個點叫做... Crash Cave Nope...不對不對...這個點叫做...欸...不對不對...這個點叫做...叫做什麼啊? 一個點...菜怎麼...呢? 一個點叫... 一個點點叫做... 一個點叫做... AN... 可是 灰狼山這個地方我只看到幾個BOB說安德魯這個地方 我看了看 好像也剩下安德魯這個地方 那我有把其他地圖給BOB們看 所以是 所以是說所有的觀眾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剩下的5%在哪裡了嗎 是不是 我甚至看到一個留言 有一個人說他在討論區看到說 他把事物的景點全部走過之後也只有96% 這個 這個是真的嗎 要是如果這個是真的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把96%視為100%來看 對 欸 有人到100%嗎 我有嘗試去查過 可是我沒有 巴阿姆特上面沒有人在討論這個 至少我沒看到 Yup 所以你們知道我還有哪裡沒去過嗎 我們今天先回到我們的 -8度 我是沒穿衣服還是 很冷欸 今天很冷欸 就在我聊這些的時候 今天其實還挺冷的 然後其實我剛剛很生氣 大概 生氣程度是100 170% 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那麼憤怒過了 不是對誰憤怒 對電腦憤怒 嗯 那個電腦今天 我今天也就是差不多在一個小時之前 我剪好了一部Minecraft的影片 不是 不是blast off 是一個Minecraft小品 是一張國外的地圖 一個小品地圖 我拍了二十幾分鐘很開心超開心 然後玩得很愉快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作品 那一集就結束了 那我就弄好了之後 後製 差不多畫個一個半小時 然後 把一些要後製 把一些音樂 然後把一些位子 之類的 把它調整好 完成好之後 我想說這一次用比較不一樣的程式來試試看 因為通常Minecraft影片那種後製的 我都會丟給Vegas剪 Vegas 天啊 我連 英文都不會唸 我都會給Vegas剪 然後 嗯 對 Vegas剪這種後製 因為它是圖形畫界面 就是比較快一些 然後這一次我不知道為什麼有心血來潮 就想說 好 試試看用AVI剪好了 因為AVI輸出出來的畫質 真的很好看 那個真的是很漂亮 你看Don't Stop就知道 那種 清晰無損的畫質 雖然還是有損啦 但是就是 很清晰看了會讓人心況的聲音 我覺得我走錯路了 非常嚴重認為我走錯路了 嗯 啊 我知道這裡是哪裡了 對 嗯 令人非常心況神移的 那個叫做什麼 萊火狼山就是要這樣子跳來跳去啊 呵呵 的畫質 我想說我要剪一個 因為Minecraft我從來沒有 我從來沒有用 呃 AVI剪過 所以我的Minecraft和畫質其實都 呃 比較偏上模糊一點點 如果你們眼睛很利的話 其實有些Bob們大概可以感覺得出來 就是The Lone Dark或者是 呃 Don't Starve 這兩個系列我是丟給AVI剪 所以你會覺得 畫質邊邊的這種 零零角角邊線 比較不會這麼的模糊 可是Minecraft我通常都丟給Vegas剪 因為太方便了 可是問題就是它速速出來沒有辦法上 沒有辦法上AVI這麼好 為什麼它就不能夠融合起來呢 為什麼 你說說啊 好我們今天先回到 噢 門沒有關喔 等等 我之前離開的時候沒關門是不是 還是 有人蹲在那個角落 會不會有人藏在這底下 沒有 好 我們 把一些東西剪一剪 然後 哇 這邊好多東西喔 我想看一下我這邊留了什麼欸 呃 肉有很多塊 這邊其實有很多 還有咖啡嗎 沒有 咖啡都被我煮完了 這邊還有木柴嗎 裡面都是木柴啦 不過不能夠用的木柴就是了 這邊有一些火把 一些兔皮 我可以修一些東西欸 一些狼皮 黑熊皮 我甚至可以再修一次我的睡袋了 好像來看一下 嗯 睡袋不用修 衣物呢 嗯 鹿皮的話 我們 好像某某啊 沒有鹿皮了 所以代表我們要 我們可以說什麼 狼皮99 不用 兔皮96 嗯 不用熊皮91 其實都不需要欸 不是很需要 好好好 水呢 我們的水 身上的水汁原剩下一公升 家裡正好還剩下一公升的水 可以夠我用一下 我覺得今天 可能maybe需要再煮個水了 不過在那之前 是讓我把東西放一放 像是狼肉 嗯 喝個飲料好了 把這些拿出來 應該可以放點東西吧 進去 好 嗯 看一下喔 狀態 很冷 現在外面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冷欸 他是有偷偷在改版過嗎 我 已經很久沒有冷成這樣子 還是我 太久 沒有太久沒有回來 我才離開不到幾天欸 十幾天 十幾天 二十幾天而已 怎麼回來就覺得 這張地圖片好冷 沒關係 我們今天要往那個 呃 往那個山上的那個地方走 然後我剛剛還沒有講到那個 為什麼會很生氣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的話題還可以繼續 今天沒有那麼快結束 前面有一隻狼 然後 我看個地圖喔 你們先看一下那隻狼 我 摸個地圖 所以我們要 一直往 前 走 對 一直往前走 然後爬上那個山丘之後 OK好 我知道我們要往哪裡走了 還記得我們有一次走錯路嗎 走錯路走到 走錯路走到 外面幾度啊 哇哇哇真的很冷欸 現在是暴風 嗯 我睡個一個小時好了 也幫我們體力補一下 因為 外面真的有點冷 兩個小時好了 應該不會跑到這麼 遠吧 睡個兩個小時 把我們的體力補回來 然後看看 呃外面 會不會還會這麼冷 應該是 不會這麼冷了吧 很久沒有遇到 就是天氣這麼好 可是 我不能說它好啦 就是天氣 點根火把 外面風這麼大可以嗎 這邊火把很多 然後 木柴也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點一根 嗯 好啦點根火把 讓我們自己身體暖一點 負二度 欸這樣子就沒有點燃嗎 那是什麼聲音 不知道你們有聽見嗎 喔 風的聲音 我剛以為是什麼 摩托車的聲音 我正想跟爆們說 其實那不是我家的摩托車 我家外面其實還蠻安靜的 哇 這音效 這音效不錯喔 好 我們今天要往那個 山丘上面走上去 那個山丘上面有一個 繩子 還記得我們有些在找什麼 東山風 東回音谷山風 西回音谷山風 的地方 然後找不到路嗎 我們後來爬上去對不對 就是在那個上面 上去之後 還要在 稍微往上爬一些些 好 現在身體比較暖了 我來繼續講 我為什麼今天很生氣好了 總而言之 我就是用 AVIUTL剪影片 AVIUTL 我有介紹過這個 呃 這個 剪輯軟體 如果Bob們沒有看到這個 介紹的影片 這是跟物心一起拍的 你可以去我的 Youtube的播放清單裡面 找找看 有一個教學系列的播放清單 裡面有我教你們 一些 小撇步 不管是你想當個Youtuber 不管是 呃 一些Youtube上面的一些知識 或者是Minecraft的一些 呃 簡單的教學 都會在 那個裡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總而言之 它那個 呃 AVIUTL在剪 呃 比較複雜剪接的東西的時候 非常非常非常的麻煩 如果你有用過你就知道 所以我才會花這麼久 不然 其實用Vegas我大概 20分鐘30分鐘就搞定了 所以那一次我用超級久 就今天 剛剛 用超級久 然後它開始輸出後 我想說明天的影片先上傳好 它輸出到差不多80幾% 大概再過個 呃 也許20分鐘30分鐘就完成了 那 呃 呃好了之後呢 好了之後呢 就是 我突然發現 欸 我的Skype斷掉了 然後 我的網頁關掉了 我想說 我好像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什麼東西就 一個一個突然 突然就不見 然後我就很慌張 然後電腦突然就 Zoom 關機 然後出現那個 Windows正在關機中 然後 我還看到下面附帶了一行字 Windows正在執行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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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7 Windows10更新 我想說 哇 靠勒 欸 之前不是點叉叉就會點掉 為什麼這一次它自己執行更新了 總而 而且 而且它也是 應該是無預警吧 我記得 哇風好大 應該是無預警 我記得它之前沒有跟我講 然後它就這樣子 自己 自己把我電腦shut down 然後自己更新 然後更新到 就是 它出現那個訊息的時候 我超級慌張 我大概0.5秒 反應過來之後 馬上按電腦的重新開機 我很怕它幫我關上 關上Windows10 後來 我就抱著坎特的心情 重新把我的電腦開機 就重新開機 開機的時候 看到了我的畫面還是Windows7 然後我就鬆了一口氣 不過 上面出現了一行字 就是 呃 如果你要更新Windows10的時候 請重新開機就可以了 然後 我就想說 哇 這樣子 不就代表我不能夠關機了嗎 這樣我 一關機 我的 我的電腦就被更新成Win Win10欸 可是 我真的很討厭 我不是 我不是覺得Win10不好 我是真的很討厭Win10 那個格子的介面 我不知道 我對那個介面有一種恐懼感 這就要講到 我以前有一支 Windows Phone的手機 爛 爛到可以 就一個字 爛 真的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的爛 Windows Phone有他們自己的商店 它不是Google Play Store 不是 Apple Store 它是他們自己的商店 當別人 當學校的酷孩子們都在用Line的時候 我看一下地圖 當學校的酷孩子們都在用Line的時候 我的 我的那個 裡面 沒有Line 沒有Line 你沒有聽錯 沒有Line 等一下 這個地方我好像來過了 該死 我想起來了 是那裡 是那裡 那我上來幹嘛 好 我一邊看地圖 我一邊講 我那個系統裡面沒有Line 欸 夠恐怖吧 後來 後來我想說 哇 別人的Line 都可以用貼圖了 都可以幹嘛了 我 我 我的商店找不到Line 超瞎欸 然後 What 等一下 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去欸 這個地方我去過的話 上面有一個Waterfall 我去過 Waterfall Cave 喔 也許那裡我沒有去過 所以如果我要從這裡上去的話 可以嗎 我有綁繩子嗎 如果我去Cave D 去Cave D Waterfall Cave 幫你們稍微等我一下喔 我正在 正在看 我該怎麼上去這 詭異的地方 Cave D 這個山洞會通到 這個山洞 好 我們 我們換一條路走好了 我們走到山洞裡面 然後走 回音谷進去 我們好久沒有去過回音谷了 好冷喔 我就在外面這樣子吹風 不好意思喔 剛剛一直在看那個 地圖 不然我不知道我們該去哪裡 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山洞 也許那個山洞 我們沒有去過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 更改 這個地方我上去過啦 然後 上面好像有一個屍體 我沒有找到過 還是我們就上去 找一下那個屍體 畢竟 我是 找過對不對 我記得我好像有上去過 兩次 好像有上去過 我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好 那 我剛剛講到 講到哪裡啊 講到我的window phone 沒有 沒有 沒有line 然後過了兩三個月 喔 終於有line 我想說 太好了 我終於可以有line 跟我的 跟我的朋友 就是 好啦我沒有朋友好嗎 就是跟我的 就是 玩遊戲的時候可以發東西 然後我有獎勵好嗎 然後 然後 終於有line了 我就打開line之後 發現 下面那個版本 跟大家的 嗯 google store 或者是 你們在用的電腦版 或者是什麼的版本 天差地遠 差了至少三代以上 別人可以傳貼圖 別人可以傳影片 別人可以傳那些東西 我連貼圖都沒有辦法傳 我連貼圖都沒有辦法看到 超瞎 超瞎 真的超瞎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不知道現在window phone 還是不是這樣 要是還是這樣子的話 那真的是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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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個商店裡面 也沒有什麼遊戲可以玩 Candy Crash 沒有 沒有Candy Crash 時下最紅的Candy Crash 它沒有 WOW WOW 我從此 從此對那個 方格狀 對那個 每一格每一格 對我自己顏色的那種 界面 超級超級超級討厭 這就是為什麼 我討厭WIN8 我討厭WIN10 WIN10還是那個界面對不對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它應該就是那個界面 看了真的很不舒服 我還是比較喜歡WIN7 WIN7大概可以再戰10年吧 至少 至少等界面變回來 不然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除非它的性能真的 我知道它的性能有好一些 但是如果它的性能能夠好到 我一定要換 那我就真的會換了 不然我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接受那個界面的 真的是太恐怖了 這裡好黑喔 我的火把 應該還蠻多隻的吧 對不對 看一下喔 火把 啊 四隻 OK我們可以點隻火把 我剛剛沒有講到 為什麼我會生氣對不對 講到我 啊 WIN10 對 這就是為什麼那麼討厭WIN10 然後它把我的 影片輸出到80幾%的影片給弄掉 而且我還沒有存檔 因為通常我用 AVIU 這個地方 點火把看不到東西欸 會刮死 欸往哪裡走啊 喔這裡我想起來了 這點火把好暗喔 以前火把的明亮度有這麼低嗎 我不知道欸 如果我覺得我這樣子走會很危險 等下角落冒出點什麼東西會怎麼辦啊 熄掉熄掉好黑喔 換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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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還是 對比較亮一些些喔 比較看得到前面是什麼東西 好 它總而言之就是把我的影片給弄掉 我真的超級不爽 超級不開心 所以代表我等一下晚點還要再重新撿 很多木頭 很多螢火 看過 欸有東西在裡面 那個手套 好 得 我現在 該往哪個地方前進 這裡嗎 貌似是這裡喔 稍微跑一下步 體力 還有一半 還可以 可以吧 到回音谷 我覺得有點危險欸 而且你看我在山道裡面迷路了 這裡嗎 走到回音谷之後 我們其實還要走一大段路才會到 所以還有一大段 好 怎麼意思它就是把我的溫習給關掉 我一直在focus在這個點上面 超生氣 然後 我後來看到它就是說 重新開機的時候會再幫我更新 我就發了一篇文章到我的Facebook上面 大家都有follow我的Facebook嗎 就是 不是粉絲團 就是一般的Facebook 或者是Twitter 我沒有發在Twitter 總之我就是發了一個求救文 然後一些 平時很專業的BOB們就跳出來了 真的是真心專業欸 對啊 然後就跳出來教我怎麼辦 然後我就 嗯 打個 CMD 然後把指令 comment叫出來 弄一弄弄一弄就好了 開心 哇 我被這個東西嚇到 我想說我在 我在Lelon Dark裡面 怎麼從來 怎麼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紅色的東西 可以這樣子從我逼近 我以為這是火把 我點了右鍵 然後我想說 哇靠 這東西也靠得很近了吧 哈哈哈哈 我忘記怎麼關掉我的那個 我的 燈 嚇死了 好 你看一下我現在走到哪裡喔 我現在走到 這個洞穴叫做 洞穴D 對 欸 洞穴 對 洞穴D 所以如果我要 喔 上面還有一個山洞 我有上去過那個山洞 我記得 然後我有鋪繩子對不對 我有鋪繩子 喔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快速的 快速的過去 可是我要留一點體力 因為如果有鋪繩子的話代表我 我可以爬上去 我可以爬上去 我可以爬上去就代表我需要一點體力 不然我爬上去我的體力就沒了 哇 我剛剛就是我玩 The Lone Dark第一次被嚇到 那是算DrumSkiller嗎 我自己製造的 哈哈 哈哈 高恐怖欸 哈哈 哈 好啦 講完剛剛發生的 令人 覺得不開心的事情 要講一些開心的事情 不開心的事就是 我等一下還要再重新弄 開心的事就是 嗯 我最近 最近 有一點新的策略 一點 吸引Bob們一起玩遊戲的新策略 有發現 我今天貼了一個就是 小影片 那部影片是 呃就是 那個叫什麼 夢想星辰喔 一個手機遊戲 然後有很多Bob來玩 我就想說有什麼辦法 可以號召更多的Bob玩 所以我就 呃拍了一部 30秒左右吧 30秒左右的小影片 結果效果還不錯欸 Bob們還喜歡那樣子嗎 就是 短短的不講話 30秒 咻咻咻咻就過去了 我發現Facebook很 比較 比較適合用這種 手法 可以吸引到很多Bob們留言啊 互動啊 之類的 我 之前有架繩子嗎 我其實沒有 不太有印象了 希望我之前有架 希望 要不然 我就沒有辦法上去 我就要繞一條 非常非常非常遠的路 這就要看 過去的阿神有沒有架了 我記得我有站在上面說過 太好了 太好了 過去的阿神 你就是沒架 你就是沒架就對了 傷心難過 我要講一些開心的事情 開心的事情就是 其實這也還 怎麼講 這叫 這叫開心嗎 我昨天看了一部 叫做 狼的孩子 雪與雨還是雨與雪 是一個 烏烏烏 烏烏烏的電影 為什麼有些很感人的東西 就要扯上大野狼 還記得以前有一個 那是漫畫嗎 還是動畫 應該是 YouTube上面的小短片 就是一個 小紅帽與大野狼 也是烏烏烏 然後 什麼 那 翡翠森林狼與羊也是 烏烏烏 為什麼都烏烏 然後 我長大之後 翡翠森林狼與羊 是我小時候看的 我長大之後才知道 那隻羊是男的欸 它是一隻 它是一隻 公的羊 然後 那隻狼 不用說 那隻狼絕對是公的 可是 哇 而且那是在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的 電影了 那時候的 想法有這麼開放嗎 只是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時候就 這算 我覺得 多多少少有一點隱喻欸 對 我覺得多多少少有些 有一點隱喻 的意味在 然後我看一下我現在人找到哪裡 不好意思 恩 如果那裡沒有架繩子 我們要 這樣子 往這裡走 好 我們要再繞一大圈喔 爬超大一大圈上去 然後我們今天可能 要住在 要住在那一頭 朝我們奔過來 然後 被我們殺死的路 那個地方 還是我 不知道我體力能不能夠 撐著我上去 我有點害怕 我有點害怕 我的體力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支撐我上去 這才是我現在害怕的事情 好 不過我們還是要慢慢往上走 茫茫的 喔 是那麼高 沒問題嗎 有點畏懼 如果我們要到我們今天的點的話 就代表我們要爬 誒要爬嗎 要 爬一次 然後繞一大段路 有點太遠了 我們今天先找一個 找一個歇腳的地方 找個歇腳的地方 讓我們 停一下 今天天氣還不錯 今天灰浪山的天氣還不錯 他知道主人回來了 boss回來了 總是要做些好的事情 他就給我一個好天氣 雖然剛開始有點嫩嫩的 不過現在還不錯 適合登山 適合登山 適合登山的好天氣 說到 翡翠森林狼羽羊是 呃 呃 就是 他是難的真的是 就是 讓我還蠻shock的 以前 以前沒有想那麼多欸 長大之後 再去看一些 以前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覺得 還有不一樣的 層面的 層面的 層面的意義在 可是他其實挺可愛的 這種設定 完全可以接受啊 完全可以 呵呵 後門還有 這類型的作品嗎 好像講到狼啊 通常狼都是 都是當壞人的那一個對不對 可是 在這類型的題材裡面 這 這種狼都是 好人 爬得上去嗎 爬得上去啦 之前已經試過了 哇 抵了欸 哇 哇 C'mon C'mon 哇 呵呵呵 That's scary 剛剛中間有歇腳的地方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現在 筋疲力盡 正常來說 用徒手 用徒手 有辦法爬得了這種繩子嗎 手會受傷吧 常常看到就是 呃 一些 呃 動畫 就是 尤其是魯邦 魯邦三世 魯邦那個物理效應就不用說 說魯邦三世 魯邦有一個很棒的作品耶 叫 瘋伯爾子 我在幾個月前把它看完了 它是 它是我覺得魯邦裡面 最 算是 我覺得應該算是最寫實了 最寫實的 細節 雖然我瑟魯邦還不 還沒有那麼深 但是 有看過它 呃 從很久很久之前的動畫電影 然後動畫 然後再看到現在一些動畫的電影 其實都有 陸陸續續的在 在補那些劇情 然後 我覺得那是我看下來覺得 最正經的 最正經的 我聽見魯的聲音是 噢 噢 它復活了 其實這不是它吧 對 其實這不是它 好 我們今天睡在這個山洞裡面 瘋波子是一個 它應該要掛掉的人 沒掛掉 對 我覺得留了一點小伏筆 希望它可以 希望可以再看到下一季 它那個故事是在講 呃 魯邦三世還沒在 還沒遇到 就是 呃 呃 次元還有 那個叫做 突然忘記它的名字叫什麼 啊 一瞬間突然忘記了 那個 武士道 那個叫做什麼 很喜歡小孩 那個叫做什麼 有點小厚厚 那個叫做 平常說會砍 沒有用無聊的東西 那個 怎麼 怎麼 怎麼知道你是 你們 幫忙有沒有這種經驗就是 明明知道自己腦袋中在想什麼 可是 就是沒有辦法想起那個字 該死 呵呵 總之這句在講 他沒有遇到 波爾子 呃 次元還有 那個 我忘記你叫什麼名字的那個 武士 武士先生 的故事 很棒 一個很棒的系列 推薦幫我們去看看 如果你對 呃 如果你對魯邦三世有興趣的話 甚至以前看過他的一些 一些算是 小黑歷史嗎 也不算 也不算黑歷史啊 就是宮崎駿以前跟魯邦三世合作的 那個畫風真的是很神奇 呵呵呵 就是那個年代的畫風 不是黑歷史 就是 就是過去 過去的那個 你知道 呃 很宮崎駿 然後又很魯邦三世的那種 感覺 剛剛講到魯邦三世的原因是 因為裡面有些動作是從 繩子上面滑下來 還是直接握著繩子 基本上來說你這樣子手會 手會爛掉 對 滑下來的摩擦力會把你的皮給 可以 展開 是一個 非常錯誤的行為 所以在學校 還是在哪裡 千萬不要這麼幹 千萬不要握著繩子 然後從 從高處往下滑 你的手會爆掉 除非你可以 握著一些東西 像是一些布料啊 像是一些東西 那會 那會比較好一點 好 我們剩下五個小時 Alright 這集Episode差不多該到這咯 我等一下還要再去剪影片 明天有新的 也就是今天 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那個Minecraft就出來了 今天有新的影片可以看 如果你還沒有看到 今天有發Minecraft的話 就代表我忘記發了 不然就是晚點才會發 Alright 這集Episode差不多該到這咯 希望Bob們會喜歡這集Episode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在左下角 如果喜歡 在左上角有一個訂閱 全訂閱每個頻道 使用更多片動態 我們下集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